第47題 棒球在甲A柄三點的力學能大小順序為下列合者 我們曉得在這一當中球出手之後只受到重力作用 因為只受到重力作用 所以呢他的動能加位能會等於定值 也就是說 他有遵守所謂的力學能守恆 因為力學能守恆 根本加位能都等於定值 所以在這三點當中 他們的力學能大小都是一樣的 所以第47題問我們說 甲A柄三點的力學能大小順序為何 我們答案選的是A 甲等於1等於柄